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死在俄罗斯领土上 现在反对说阴谋论 不大可能是阴谋论 另外的阴谋论 现在人的Synical的讲法就是 很多国家从事政治的人都在想 这种事情怎么不发生我们国家 咱不要说国家政治的 我就想起来 要不然我们凤凰有个领导 我觉得就有先见之明 就是你知道早年间 早年间我们去一个城市 去台庆 或者是什么广告演示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全体主持人都坐一架飞机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有这个一个领导 他很担心 他说这个全台主持人坐一个航班 不会吧 真的 真的 原来是这样 我说我们现在都不坐一个航班 所以你看我们的纪律 我们的主持人从来都不会全体坐一个飞机 我们现在对 每次都是好像秘密行动一样 没错 从你这么去一个地方的 开心了什么 你知道 看来这个凤凰比波兰还好 比波兰靠力的周到 比较靠力的周到 不是 我跟你说 他这个 咱们先看看他这个飞机 英国伦敦的航空专家 讲这种 你看 这个波兰的国葬 运回来的 对 运回来 人家这波兰就是全国人民就陷入悲痛之中 这是 你再看下一个 我就刚才讲到的 这次不是说什么飞机吗 就是图154飞机 到底这种飞机怎么样 人家说了吗 你像文道就认为这个飞机的 有名的烂啊 老出事了 可是人家说呀 图154本来是很牛的飞机 但是呢 他主要的问题 为什么常常是他出问题 年久失修 这个像这个波兰 要不说人家这个网友还有的赞扬呢 说这波兰说过多少次了 艰苦朴素 这个飞机啊 这个失修啊 而且尤其是总统的这个专机啊 以前就出过事 以前就出过事 而且呢 还有说是什么呢 2006年 咱们新华社就又有先见之明了 就有一个新闻 就是讲波兰的这种飞机啊 大多数是维修啊 什么缺这个缺那个 就急待改 就在去年吧 波兰那方面还在说 我们准备买一个新的 买一个新的买一个新的 结果你看 还是这个 那网友赞赏什么 不就说人家的 艰苦朴素 艰苦朴素吗 你知道到什么程度 我我听听来的 我听说的啊 一度啊 他就这么一个图154啊 情况这个激况啊 有好的有坏的 你知道吗 以至于原来他们的总统和总理 一出差的时候 俩人都要争着啊 坐那个比较好的飞机 这个那个状况比较好的飞机 以至于听说俩人 还为这个事闹别扭 以前以前毛主席就做这个图104 更好的 后来我才知道 主席不大坐飞机的 对 偶然坐过一两次飞机 但是那张照片是非常有名的 他在飞机上写字的那张照片 他穿着这个衣服 有首诗嘛 我在这个节目都讲过 而且 在一万一千尺的高空之上 在图104的飞机里面 难怪阳光是格外的明亮 这个郭默若写的 基里跟基外有着两个太阳 这非常有名的一首诗 这是郭默若的名字 图104 这是郭默若写的 这非常有名的 初日五位的大热爱 我还想啊 还有个图114 你知道吗 当时啊 其实是就上个世纪 50年代啊 这个图114 也是苏联要跟西方竞争啊 就我们要做出大的飞机 大的客机 那个时候啊 比美国还牛呢 赫鲁晓夫做这个图114 飞到美国 叫个什么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吗 你知道当时这个飞机大呀 在当时的这个这个体体量来说 大到什么程度 美国那个空军基地都没有那个自动旋梯啊 够不到那么高 赫鲁晓夫是手脚并用爬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但是事后人家评价说 这丢的不是赫鲁晓夫的脸 丢的是美国人的脸 美国电梯公司的脸 不过呢 我觉得这个飞机啊 年久失修啊 就是像苏联 他又垮台之后 他过去生产这老飞机 你找不到什么负责 你就想象 假如有一天波音空中巴士 这种公司叫做不存在了 50年以后 他对 你说他不用50年 十来年之后 这个50年以后 全世界飞的都是红旗牌了 对 这是中国的红旗牌了 没错 那个时候波音飞机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就完蛋了 对 那咱们也看看 这个咱们导演这个字幕 可不可以打出来 给我们看一下啊 你看啊 这是英国伦敦的航空专家的统计 说图154的飞行记录啊 服役以来总共有66架失事 这个美飞行约43万班次 图154就出现一宗致命的事故 大大高于波音747 268万班次出一次致命的事故 这是什么问题 还替波音做广告的 波音他们牵涉到卖台湾武器啊 我们现在抵制 我们支持空中巴士 我们现在支持空中巴士 对对对 波音搞什么啊 对 对我们要支持空中巴士 对 最好支持中国自己造飞机 我估计今后十年 中国应该把一部分造 现在开始啊 造大飞机嘛 自己民航大飞机嘛 这都帮谁做广告 还是帮 做着枪枪三人行的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次坠机事件当然是国际性的悲剧 对吧 咱们要向人家表示这个哀悼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有 有的时候啊 这个对人的幽默呀 也别太苛求 因为啊 我发现人呢 真是一种情境动物 在追悼会里哭 也是真心的哭 哭完了之后 回来到了一个朋友聊天的 另一个场合 讲起死人的事 未免也有点开玩笑 这都是人 就比较正常的一个一个多面性 所以说呢 我为什么绕这么大圈啊 我就讲啊 有的人编这个段子 从这个波兰总统坠机的这个事故编段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段子啊 有点黑色幽默 可是这个黑色幽默呢 很有历史营养 这都是历史知识 你看啊 我给你讲这个微博的讲什么 波兰总统说 我坠机了 郁闷的啊 林彪回复 沙发 同楼主 悲剧 这都是网络的语言 然后斯大林跟铁 只坐火车的飘过 安全 你看这些这里边有什么 林彪是坐飞机 这回在蒙古 也是在温多尔汉 对吧 然后去苏联的路上 对 斯大林是也是很少坐飞机 他要坐坐火车 所以斯大林跟铁 只坐火车的飘过 安全 然后最后是张作霖跟铁 楼上SB啊 火车也不安全 张作霖是在黄谷屯 坐火车 被炸死的 给炸了 但是我刚才就说起这个斯大林啊 你知道就是当年前苏联的 他这个中央政治局 斯大林做的就是集体做的决议啊 重要的高层不坐飞机的 嗯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但是就里边有一个人例外 就是米高阳 米高阳爱坐飞机 但是说米高阳爱坐飞机啊 跟米高阳他兄弟有关系 米高阳他兄弟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 有那个米高阳设计局 所以有一次米高阳坐了飞机啊 去找布哈林 布哈林就很有兴趣的问 哎这坐飞机什么感受 当时刚刚开始有飞机没多少年嘛 也长出事故 布哈林就老问 感觉挺有兴趣 后报告上去 报告上去 最后斯大林觉得这问题很重视啊 政治局讨论 做决议 就因为这玩意危险 所以呢 不坐飞机 到后来米高阳又坐飞机 你知道吗 米高阳为这个事受过 党内警告处分 说鉴于米高阳同志 违反党内纪律 又坐飞机了 党内警告处分 这是我在史料上查到的 这个传统 没成接机问题 这个传统 其实后来也影响到中国 领导人坐飞机 我们不讲主席 就其他的高级一点的领导人坐飞机 到了机场 空军那个总司令 一定在机场接机 就无法限 一定在 不管什么人 他因为就是 这是一次平安的飞行 他要对他表示这个负责 就一定你想这个总司令忙不忙啊 反正周总理啊 什么什么人 坐飞机 他一定要接 说明当时他们把飞机看的是一个 就咱坐飞机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是一件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 当然咱再说回这次 哎呀 我就觉得要是相信因果报应的话 还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我看了网上很多那个 的吊咽的那个 感觉波兰这个总统 是个好人啊 对 对 他们两兄弟嘛 两兄弟 双胞胎 长得一模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现在很惨 就他们母亲 就是心脏病发 在医院 那么本来就在重病之中 加护病房 还不知道这事 这个现在是弟弟啊 要瞒着母亲 就是不让他知道 这个哥哥的事 还不让他知道 但反正他们这两兄弟 在波兰是很传奇的 就当年 说是曾经一个当总统 一个当总理 两人咋一样 然后呢 这个总统跑到欧洲去开会 然后德国那继续采访 说请问你跟我们这个 德国总理默克尔 那个昨天会谈谈什么 他说那是我吗 那是我兄弟谈的 这个长得一样 长得真是一样 还老是 问题最严重 你比如说双胞胎啊 一起在台面上活动啊 就不应该穿一样的衣服 他俩还能穿一样的衣服 所以有时候一出来 是怎么回事 你反过来 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传媒的 这个怎么叫冷热 像这种事情 如果发生在别的国家 或者大一点的国家 那是无数的新闻制造出来 可是直到这个飞机 我不知道 你们之前知道不知道 直到这个飞机出事情 我就没听到过 他们两兄弟 这个双胞胎的 一起总理总统的这个信息 怎么会呢 那可见你平常太不关心 这个第三世界 对啊 还不是第三世界 你要知道波兰 这几年很值得重视 为什么 2009年 欧洲唯一录得经济 GDP正增长的国家是波兰 是吗 只有一个 2009年大家都衰退 就只有他正增长 波兰过去几年搞得相当不错 现在欧洲 东欧阵营里边 他当然还有很多问题 无可避免 但是他很多方面都做得不错 而且波兰呢 这两兄弟厉害的地方 他们是一路这么走过来 就当年在共产党执政的时候 他们是团结工会 对 在瓦文萨下面的 对 在瓦文萨下面的 然后当时呢 又也去坐过劳 也是那种异见分子 然后又在大学教书什么的 就等于两个都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 不满政府 出来搞事 然后一路这么下来 那尤其是那个哥哥吧 他应该还是一个特别清廉的一个人 就跟 哥哥就是这次训 我都搞不大清楚 谁是哥 他们两个太像了 名字也一翻过也都一样 然后呢 而且他们反正就还特别清廉 就当年很多像华勒沙 他也被人说 他是有一些贪腐问题嘛 但是他们是特别清廉的人 还是 真是 而且呢 就说你 对 这次飞机还有一个失事的 那简直是个历史人物啊 就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最后一个总统 叫个什么司机 什么卡罗欽夫司机还是什么 我知道 这是当年伦敦的那个流亡政府 反正都是开车的 司机 对 我才知道啊 原来波兰这个历史啊 是这么样的复杂 亲手交给这个新波兰 新波兰的 在伦敦的这个流亡政府 始终不承认后来的波兰的共产党政府 对 应该是的 当初英国人为什么要支持这么一个政府 非常重要 因为波兰是他们向德国宣战的理由 英国之所以向德国宣战 就是因为德国入侵华沙 对 所以英国才向德国宣战 是英国先向德国宣战的 二次大战的起点 起点 九月一号 就是在波兰 三九年九月一号 然后而且呢 还要注意就是波兰 不过这个将来有机会再讲卡廷案的时候 就更重要 因为呢 波兰呢 你刚刚说那个流亡政府 九点呢 还是当时是个大事 把硬性交回给这个新政府 对很多波兰人来讲 很受鼓舞 为什么 因为很多波兰人啊 他们自己都不喜欢当时的那个共产党政府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政府是假的 他觉得这不是我们的 苏联的一个附庸快蕾 他们不相信这个 所以那种屈辱感就跟这个卡廷案结合在一起 那种波兰心中那种屈辱感太重了 你知道波兰这个国家是很惨 我们知道 就过去历史上 你要翻它的历史是真实 就几次被沙俄时代就被沙俄并昆 然后又被普努士干过 就轮流的被这几个大国来搞 他自己也曾经有过很强的时期 但那是很早很早了 对不对 像他中世纪的时候 他有个很好的大学 在Krakow 叫克拉科夫嘛 对吧 那是个大学城 后来就是团结工会的花园地 对对对 那是他们高级知识分子 民间反抗力量的集中地 那那个地方是个大学城 那里面有几家大学 是很古老 大概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是很厉害的 所以呢 我在网上还看见一个 当然他们这个意识不正确 但是就开个玩笑 有的网友就调侃 就说波兰历史上属于东西强权 不是东边搞他 就是西边瓜分他 受欺负 是这样的一种夹缝当中 但是仍然这个文化 艺术科学 有世界性的成就 你比如说肖邦 世界性的成就 但是呢 韩国也是在东西强的这个 比如说日本的中国呀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对家之下 但是呢 韩国这方面文化艺术啊 好像这个成就啊 没有那么那么牛 说为什么呢 答案是 韩国人说 波兰人是韩国后裔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波兰的这个民族性格呀 他们说从一个美人鱼 你也可以看 丹麦那个美人鱼 是个什么型款 你再看看这个照片 波兰的美人鱼 拿着盾牌 拿着刀 对 那个丹麦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人要要占领他嘛 他说因为我们的 Copenhagen呢 就是我们的哥本哈根呢 太美丽了 所以我们不能抵抗 一抵抗这个美丽的城市就坏了 所以他马上投降 所以这个城市保留的很好 倒有点像这个 法国 还有像泰国 就如果我们讲回亚洲的例子 这个丹麦这种是跟泰国一样的 就是他在这个打的时候 他马上自己保卫起来 就是说我就顺从了 你把韩国跟波兰比 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方 你看他刚才文道讲的那个话 就是说 谁搞他 谁干他 这个就是一个男性的这个 这个语言 他是一个受屈辱的女的 可他反抗呢 你说实在 你要话讲回来 这个韩国也是真的非常厉害 你想韩国 如果你把韩国跟泰国来比的话 韩国是受尽屈辱 可是韩国现在世界上 他的影响力 他的创造力 这个民族的创造力 这个公平来说 他跟泰国来比的话 泰国是和平 韩国是强盛 那一样的道理 这个波兰也是这样 当然了 丹麦他们是另外一个情况 不过 其实欧洲很多国家 都不会像波兰这样的 比如说二战的时候 就包括像法国 他也是不抵抗 对 二战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最奇怪的决定 当时很多人认为 就是当时法国对抗纳粹 不是输得很快吗 就打到 快要打到巴黎的时候 他们居然做出个决定 我们放弃巴黎 首都 我们放弃 为什么 他们说 我们现在这个政权会覆灭 这个国家短暂的灭亡 对 但是巴黎的光辉 这个文化不能让他消失 文化永恒 但是呢 你看他还有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你像波兰 当时啊 这个华沙的这个城市啊 到现在也是世界著名的 这个古迹 但实际不是古迹 全毁了 全毁 为什么全给希特勒 85%的华沙的建筑 全部被燃烧 被炸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啊 苏联军队二战嘛 苏联快打过来了 结果你看这个东西 很反映波兰人的性格 波兰地下军开始造反 波兰地下军 据后来分析啊 他有个什么意图啊 他不想等到苏联红军打过来 嗯 他想在苏联红军打过来之前 他先造反 把希特勒赶出去 这样他就不会被苏联 来了又把他给占了 他实际还有个独立的心思在里边 但是就因为这么反抗 好家伙 这个希特勒炸的 就是完了之后 说英雄的波兰人民呢 重建华沙呀 就波兰人民根据自己的记忆 汇这个图纸 画出的这个图纸上百吨重 就按照他们记忆中的华沙 重新建起 太厉害 太厉害了 而且波兰人啊 他军事上的失败啊 有时候你真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不是二战的时候 两边夹击他 你说当时他们做一个策略啊 是很怪的 就你本来你应该采取策略性的 防守的打法 但是波兰将领啊 他们集体的 首先我们要注意 波兰人是怎么样 当时那个国家 他工业上比不上两边 他没什么机动车 没什么坦克 还有寄兵啊 他波兰寄兵还是出名 中古时代留下来的勇猛传统 叫飞翼骑兵 我看过一个作家 写一句话特别感动 就是当时希特勒 机甲部队 坦克特开进来 是他们骑兵 一群的骑兵骑快马 带盾牌 冲过去打坎特 全体阵亡 然后呢 而且波兰将领 向来相信进攻 不防守 谁打过来 他先打人 他就很怪 但是 但是三九年九月一号 余下来的几天的 在波兰 那个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是现代战争的最好的教科书 怎么讲 就是坦克跟飞机的这个双重进攻 这是第一次这样工业化文明的最完美的体现 就是德国军队 就没有这样打过 就是坦克跟飞机 在几天之内 这么告诉 后来六月二十二号 打苏联也是这个一个方法 就是那个坦克跟飞机的 这个到现在 现在世界上打仗 除了你动用核弹导弹以外 基本上还是坦克飞机这个作战方式 这个作战方式 就是三九年九月一号 德国创出来 就德国创出来 你想当时啊 这个两军差异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就不说波兰了 就当时 德国刚刚打苏联的时候 哎呦 我就看到苏联那个老兵 回忆 那个惨啊 就德军一下进入苏联边境 非常快 你知道一开始苏联成建制的都没枪 没枪 然后后边逼着往上冲 德国人呢 拿着那个机关枪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打 因为看见对面的苏联军队啊 射手跑过来 跑过来干什么来了 就是你就做那么打 怪不得当时给德国人 就一成百成几十万几十万的俘虏啊 连枪都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啊 我觉得苏联能够胜德国啊 就还是有几个很特别的关键 就本来你排面上看 德国会赢苏联的当时 因为德国我觉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希特勒硬是要打莫斯科 硬是要打圣彼得堡 他其实只打了莫斯科就完了 他硬是要分兵 就希特勒野心大 而且我觉得史达林也犯了很大错误 就史达林把以前老红军的元帅都干掉了 是希特勇 我可以Eh tiếng